好 再来看 持有代售类别的猎豹 类别的猎豹 持有代售自然和负债 第一个 你不能相互抵消 这是必须要明确 不能相互抵消 各列各的 一个猎豹叫持有代售自然 一个猎豹 持有代售负债 而且都属于流动性项目 一个流动自然 一个流动负债 不属于非 所以流动 当其首次满足 持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的非流动自然 和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处置组中的资产负债 不应当调整 可比 不应当调整 可比快期间的资产负债表 省事 但是你得披露 但是你得披露 不需要调整 这件事 接着看 那么非流动自然或处置组 在资产负债表日 这是财务报批转报出 之间满足持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的 那么一定强调一下 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 是作为非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来进行处理 披露去 披露去 这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是猎豹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支点就简单介绍一下 就到这 因为前面介绍过了 好 这个支点我们就讲到这 好 我们再看这个支点 终止经营两个心 终止经营这个内容 应该说呢 在最近几年 就刚写进教材以后 这个内容 刚写进教材 我们猪块挺爱考的 首先考的是终止经营 其次才考的前面内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 终止经营认定条件 那么终止经营是指企业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看见了吗 首先能够单独区分的 且该组成部分 已经处置了 已经处 或者划分持有代受类别的 所以这两个条件 大家弄清楚 那么有一个麻烦的概念 特别麻烦概念 说老师 只要划分持有代受的 只要划分持有代受的 那么这个力等 一定就是终止经营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这里头看好了 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这个单独区分的 后面再讲 那么且 已经处置了 或者划分持有代受 但是 划分为持有代受的 这个处置利得和损失 你虽然走了 自然处了损益 走了后 所以 那么在利润表中 不一定是属于什么 终止经营 有可能持续经营 有可能持经营 好 下面看 下面的内容 之一 第一个 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 那么单独的吗 独立的主要业务 这第一层意思 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主要经营的地区 特别注意 这是第一个内容 讲两件事 这是一件事 这是一件事 比如说 咱先举个例子 主要业务 比如说 我有一个企业 我们有一个集团公司 有一个 我们这集团公司 我下面有事业部 这个事业部专门经营的什么 经营的零售业务 我这企业干啥 我的企业是综合性业务 有制造业企业 有房地产 也有零售 听懂了吗 我有制造业 有房地产 还有零售 我现在有个零售业务 这零售业务 这疫情期间 这零售业不好做 再加上网购什么之类 你知道吗 这零售业老亏损 零售业老亏损 怎么卖啊 算了吧 给他卖了吧 给他卖了 出售了 那么这会注意啊 那么这个零售业务 它是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区别于我的房地产 区别于我的制造业 这主业务 还有个单独的主要经地区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还是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 我有个子公司 这个子公司我给卖了 这个子公司卖了以后 我这个子公司在哪啊 假定在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 那么一旦把这个子公司卖了以后 那么就脱离了东北地区 以后不在东北地区经营了 是个经地区 东北地区 可以啊 一一定要记住 它真正含义 真正含义 主要有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经地区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 该组成部分是 你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主要经地区 进行处置的 后面化关键的 一项相关联计划中的一部分 和上面一项关联的计划一部分 第一个记住 第二个就多一个几个字 关联 第三个 转售 转售一定是属于中止盈 你不能再持续经营 也不 对于这么一个问题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利润表 这个利润表 这我单独画一张利润表 利润表分为两栏 就是净利润下面 净利润下面 一个要持续经营利润 一个要终止经营利润 持续和终止 所以你都是利润 没问题 以前我们国家没有这两栏 那么现在就要分开了 是持续经营的经历 还在终止经列报 终止经列报 有这么一个问题 有这么一件事 好 再来介绍 终止经定义 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 终止经营应当是 且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的部分 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该组成部分的经营和现金流量 在企业的经营和编制财务报表时 是能够与企业其他部分 清楚的区分开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我制造业企业 那么同时又有房地产 还有零售业 那零售又先给卖了 没办法 疫情期间这零售业不好做 对吧 再加上网购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给卖了吧 那么这种情况 我的零售 现金流区别什么 区别于制造业 区别于房地产 区别其他的 都是我集中公司的 所以企业组成部分 可能是一个资产组 可以吗 可以的 能够去办 也可以组合 通常可以是一个子公司 一个子公司都可以 或者一个事业部 一个事业部 或者一个事业群都可以 得满足这个条件 这是第一 第二 中止境应当就有一定的规模 还就有一定规模 那么来看一看 中止境应该代表 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的 主要经营地区 或者是对 你对出售独立的 一个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 主要经营地区 进行处置的 相关联计划一部分 所以这就是 必须具有一定规模 没有规模不行 我退出东北地区 规模大吧 对吧 可以吧 我把这个零售事业部 给了关闭了 或者个子公司 关闭了 可以吗 可以 一定是有那个规模的 所以强调一定规模 来接着看 并非所有的处置组 都符合中止境应 所以要经职业判断 真的要职业判断 那么如果 企业主要经营一项业务 主要经营业务 或主要经营的一个地理区 比如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经营 开始经营 那么企业的一个主要产品 或服务线 也可能满足 终止经营中的规模条件 你想想 我的零售事业部 整个零售事业部 都不干了 我以后不再干零售了 那我以后制造业 房地产解 没有零售了 可以吧 可以 或者说这个地区也可以 地理 这个经营的地理 这不地理区吗 我东北地区 我不再干了 不在东北地区干了 都可以 那么有些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重要的核引起 零解 那么在这也是满足的 它具有一定的规模 也是具有一定规模 好 快速回答 快速回答 那么快速回答 因为这个例子也是我原来讲过的例子 这是我食物中我碰到的例子 我碰到的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 我先说我的例子 我现在我食物中碰到的例子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原来没有疫情期间 没有疫情期间 没有疫情期间 我们学校有快餐店 快餐店 这快餐店 什么快餐不说了 这个快餐就我们学校门口 学校门口 快餐店 这快餐火着了 人大的学生特别多 我们学校人大 人大学生特别多 你知道吗 那么基本上到那 基本到那去吃 有个学校食堂 他不去吃 因为不好吃 都到那快餐店 疫情期间 学校封闭了 学生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这快餐店呢 就不行了 靠作为居民 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力 而且在我们学校 在我们学校旁边 他再往哪边 再往北走点 那边人大负中了 人大负中了 人大负中也没问题 你知道吗 他就在我们学校门口 后来他关闭了 关闭了 退出了 就这么一个例子 我这想那么一个例子 那现在我就用这例子 M.L M.L 麦当劳 你就假定麦当劳 不好理解吗 假定 不一定是麦当劳 我说假定 就好记 M.L M.L公司 是一家快餐企业 在全国用万家门店 销售快餐 好 那麦当劳决定 将其位于 北京市的2000多家 假定点 我也不知道多少家 2000多家快餐店中的一家 其中A店给卖 就我们学校门口那家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 给卖了 其他的快餐店好着呢 经营好着呢 就我们学校那家给卖了 在21年8月13日 与B企业正式签订协议了 假定该快餐店 符合持有代售 划算条件 我说过了 进入持有代售 不一定 不一定 他利点损失 属于是终止经营 有可能吃经营 对吧 判断快餐店 是否构成 整个麦当劳公司 就是MDL公司 终止经营 构成不构成 不构成 不构成 起的终止经营 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地区 是不就退出 我们学校门口那一家快餐店退出了吗 没有说这一家快餐整个退出北京市 没说吧 对吧 所以在这不构成 你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地区 进行处置的一项关联计划一步 也不构成 所以在这不构成 起的终止经营 所以这个卖亏了卖赚了 在利润表中 仍然列为什么 持续经营 你不能列为终止经营 不能列为终止经营 这就是这一家门店的关 对吧 这个意思 三 终止经营应满足一定时间的要求 那么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组成部分应当 手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 组成部分在资产负债表 而之前已经处置了 已经处置了 那包括已经出售了 结束使用了 关停报废等等 关停报废等等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看例题 那么假定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比如国药集团 是一家大家知道 是研发 就研发销售生产 医药健康产业的大型国药企业 这大家都知道 国药拥有一家 看啊 一家经营某药品批发业务的一个子公司 就这么一家批发的啊 就这么一家专门做批发业务的啊 那么药品批发构成国药集团一项独立的独立的主要业务 且子公司A在全国各城市设有营业网点 由于经营不善 国药集团决定停止A公司的所有业务 至21年10月16号 已经处置了该子公司所有的存货 处置掉了 辞退员工了 还有一些债权等到收回来啊 这钱外要回来 应收账外要回来 部分营业网点 这个续租啊 就租期还没到期呢 租金还得支付 这没问题 租金还支付 那么问这种情况下 构成不构成国药集团的终止经营 当然构成了 好来看来 首先符合终止经营定理由 由于子公司A公司的药品批发业务已经停止了 这停止了 收回债权处置 这个租约等上位 结算的未来事项 这些内容 都不构成上书业务的一个延续 因此该子公司业务已经终止了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该子公司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符合吗 符合了 所以以后 处置完后 卖亏了卖壮了 在利润表中 净利润下面 列在哪 终止经营当中 这第一个时间 好第二 随着处置计划进行 那么组成部分中 一些资产 一些资产或资产组啊 或者资产组合可能先满足了 可能什么 先满足持有代受类别划分条件 且构成了 且中止经营 而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吧 可能未来才能满足 划分持有代受类别条件 那么在这种情况 应当事实将其作为 中止经营处理 事实 我们用例子来说 甲公司是一家国有大型的企业上市公司 甲公司决定出售其专门从事酒店管理的下属的 一个子公司 你公司 你看见了吗 这是个子公司 那么这个极端公司啊 下面有饭店 也可能制造业 也可能有房地产 那么它是有一个酒店 那么把这酒店给卖了 好 酒店管理构成甲集团公司一项主要业务 一公司拥有一栋20层的酒店 这是一个啊 两个建筑 还有一个五层 五层的健身中心啊 健身中心 它是两个啊 这两个 那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 所以甲公司决定允许将这两个建筑分别卖给不同的买家 分别卖 打包卖便宜了 你知道吗 分别卖卖贵点 但20层酒店和那五层健身中心转让 一定要注意是相互关联的 看到吗 这关联的了啊 二者 亚门都卖 亚门都不卖 肯定是相关联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相关联的一种情况啊 那么甲公司21年12月6号 与企业A就转让那五层的 五层楼的健身中心正式签订协议了 假定这个五楼健身中心符合持有代售类别条件 二十层上不满足还不满足啊 还不符合持有代售划分条件 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那判断二十层酒店和那五层健身中心 是否构成甲公司的中止经 是否中止经 好 答 符合中止经理 理由 处置二十层酒店和五层健身中心 构成一项相关联计划 关联的计划 虽然二十层酒店和那五层健身中心 可能出售不同的买家 但分别属于同一项 是就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进行处置的一项 或者是相关联计划一部分 对吧 这没问题吧 因此这五层健身中心满足中止经理 可以吗 二十层目前还不满足 但未来满足吗 未来也满足 所以也可以划分为以后划分为中止经理 可以划分为中止经理 关键是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是第一 第二 中止经猎报 中止经在利润表中 前面说过了 猎报两个项目 一个要持经 一个要中经 前面说过了 好 我想看 第一个问题 下列不符合中止经定义的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作 或处置组 相关的这个损益 应当在利润表中 猎报什么呢 持续经营损益猎报 你就不能在中止经猎报 包含内容 这个内容了解可以了 你就记住了 符合中止经定义的 那么在中止经营 经历中猎报 不符合的 在持续经营中猎报 明白了吧 下面内容了解 第一个 这东西我们前就讲过了 这些初始计量时 或者在自然代表日 重新计量时 那个持有代售的非流动作 或处置组 账面价值高于其 供应减掉 出售费用金额 有这么一个东西吗 资产减损 这个资产减损损 是在利润表中 那么列为什么 持续经营 第二 后续 资产负账代表日 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作和处置组 那个供应价值 减出售费用 增加了 转回来了 也涉及到 这个资产减损损 还是在哪 持续经营内包 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 处置组 也是在持续内包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中止经营的相关损益 中止经营 那么应该作为 中止经营裂报 这没问题 刚刚说过了 下段话 给我中 中之中掌握 裂报 看好裂报的话 裂报 裂报中止经营损益 应该包括什么 好了 整个的 报告期间 整个报告期间 而不仅包括认定为 中止经营后的 这个报告期 整个报告期间 比如说我6月30号 6月30号 那么这个时候 我说6月30号 6月30号 那么认定的 那么好了 我们这里强了 不仅包括认定为 中止经营的 报告期 那么也就是说 从1月1号 一直到12月31号 整个报告期间 看见这词了吗 整个报告期间 整个报告期间 那么相关水 包含内容了解 可以 这个内容了解 这个前面这个 这个123也是了解 这个内容不用管的 关键我记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 这句话 那么第二句话 这句话 特别是整个 特别是这个什么 这个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内容 好 下面内容 我认为了解 看不看都无所谓 看不看都无所谓 好 这个是一个 再往下接着走 那么其实在 处置中止经营过程中 可能附带一些增量费用 如果企业不进行 该项处置 就不会发生费用 我们前面讲过 叫增量费用 叫增量费用 这增量费用 也是列为什么 也是列为中止经营水 知道这就可以 中止经营水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计算问题 这道计算问题 是我编写的 是根据考题 再加上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 归纳整理出一道题 下面看 21年11月11日 双十一 甲公司与A公司 签订股权出售协议 协议约定 甲公司出售其全资子公司 乙公司70%的股权 那么全资子公司 卖掉70还剩30 这30不用说了吧 改权益法了吧 是改权益法了吧 丧失控权了吗 肯定丧失了 肯定丧失了 这话没有写 你应该直接判断出来 好 22年3月6号 办理完毕相关手续了 乙公司经营地区 在东北地区 是甲公司一个单独的 主要的经营地区 处置已公司后 甲公司将退出东北地区经营了 因为我控制不了了 我控制不了了 对吧 好 那么甲公司21年财务报告 于22年4月6号批准爆出 说明甲公司在编制21年度 对外财务报表时 应如何劣势 有这么几个问题 几个问题如何劣势 第一 由于处置子公司股销丧失控权了 所以甲公司在21年个别报表中 应该将持有已公司长期股权的百分之百 的部分全部列为持有代售赛项目 这话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不是说70转 那30不转 通通给我转个别办法 第二 甲公司将子公司股权划分为持有代售列别之后 那么仍然纳入21年合并报表范围吗 纳入合并范围吗 那么仍然要纳入合并范围 为什么呢 因为22年才办完手续 22年才办完手续 对吧 所以再来看一下22年才办完手续 22年对吧 所以21年纳入合并范围 第三 第三 在合并仓务报表中 将子公司以共所有的资产和所有的负债 划分为两个项目 一个持有代售资产 一个持有代售负债 项目列报 这话对吗 没错啊 对的 四 比较合并财务报表中 将已公司20年度经营损益 列报为终止经营 2020年 注意 20年 21年 我们现在编报编的是21年的 所以比较报表 第四 比较合并报表中 将已公司 20年度的 我现在编的是21年的 21年报表 比较报表 两来 一个20年 21年的 所以20年度的经营损益 列报 也要列报为终止经营损益 这是一个麻烦事 第五 合并报表中 终止经营损益 为已公司 从1月1号开始 从1月到12月31号 的经营损益 在这通通是整个的 通通的整个的 报告期间 都应该列为什么 终止经营 都应该列为终止经营 业务的境内上市公司 在全国拥有500多间超市 其中在一省 拥有80间超市 17年10月20日 家公司董事业决定 将为一省毛小镇 并超市 不就一个超市给卖了吗 你琢磨琢磨 这属于不属于 我们说中止经营 不属于 这明摆的不属于 如果说在一省 这80间都退出了 那么这个构成了一个规模 构成规模效益 对吧 这个不够 17年12月25日 家公司与丁公司签订 转让并超市息 转让价格500万 转让时间为18年2月10日 转让日并超市 所有的资产负债 都丁公司来承接了 这都是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任何一方违约 违约一方 按照转让价格 20%支付业金 该系满足合同法 规定所有的要件 家公司丁公司 管理层已经批准了 12月31日 并超市停止营业了 当日并超市 资产总额800万 负债总额350万 其中有应付 17年度的房租50万 将在18年1月10日支付 这还有支付的 这还有支付的 好 接下来 家公司预计为出售超市 将发生税费是60万 公用价值减出售费用 出售费用要注意 18年2月10日 并超市资产总额750万 其中有银行存款 库存商品等 负债总额300万 为应付账款 18年2月10日 甲公司和丁公司 办理完毕了 办理完毕了 手续了 当日丁公司向甲公司 支付转上价格是500万 收售银行了 没有关联方关系 3月15日 这一个 财务报批准报出日 好 要求1 判断甲公司出售 并超市是否构成 终止经营 不构成 说明了答呗 问答题 不告成终止经营 理由 尽管丁超是一个处置组 也符合持有代售 类别划分条件 但由于它只是 某省的一个小镇的一个超市 将对甲公司在一省 及全国经营规模来说 该超市不代表 一项独立的主要有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也不构成你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经处置的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 也不是 因此该处置组 并不构成终止经营 老师这说多好 老师 我怎么答不出来 没什么好说 我们筑块考题就是文字题比较多 文字题比较多 考的是语言组织能力 要求二 判断甲公司出售丙超市交易 在17年对外提供财务报表中 那么作为资产负代表 日后市场调整事项处理 还是非调整事项处理 说明理由 非调整啊 答 非调整事项处理由 出售丙超市 不属于对资产负代表日 以存在情况 以存在情况 提供新的进一步证据 日后市场期间 对持有代售处置 所进行出售的一个新的业务 是个新业务 所以按照第42号准则的规定 即使日后市场满足划分 持有代售那边 只是要披露一下 只是披露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非调整事项 三 说明你出售丙超市资产和负债 在17年末资产负代表中 列爆的项目的名称 不就是持有代售资产 一个持有代售负债吗 还有金额是多少钱 即算你出售丙超市交易 对利润表的影响 不就减值损失吗 那么能影响利润表减值损失 对吧 来吧 我们分析啊 该丙超市三组的账面价值 总资产是800万 总负债350 资产减负债叫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价值有吧 450 公允价值告诉你了吗 公允价值是出售价格是500万 出售费用60万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 那么算出440 好 450 440 俩一笔提减值提多少 提10万 提完10万以后 那么现在问你 提完减值之后 资产的总金额多少 资产总金额不就是800万吗 800万吗 这个350是负债 800万扣掉那10万不是790吗 是790 好 所以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 不是资产组账面价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是800减350 450 目的是和它去比提不提减值 但是 但是要注意 提完减之后资产总额 这里这个特别强 资产总额是800减掉10万 790 好 所以看一下资产负债表中 持有代售资产猎报金额是790 那负债呢 负债还是前面的金额 负债还是前面的金额 那个前面的金额350 那个350 350还是列这个 就完事了吗 好 那么利润表中 猎报金额就那个-10万 负10万 因为是你借的是资产减损失的 而且还得告诉你是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 好 那么这条题我们到这讲完了 你说这条题难吗 不难 但这条题我觉得把有一些问题说特别清楚 让大家在文字表述上 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多项选择19年考题 下列各项关于中止金额猎报表述中错误的事 这个挺有难度 难在哪了 就看你前面的内容熟不熟了 错误的事 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是 中止金额 中止金额 这经营损益作为持续经营损益猎报 那错了 那么应该做什么 那么应该作为中止金额损益猎报 这也不正确了 这没问题吧 很简单 B 中止金额处置损益 以及调整金额 都作为中止金额损益 这个正确了 麻烦麻烦的C这会儿了 你结束使用而非出售 处置组满足也满足中止金额定义中的 有关组成部分条件的 有关组成部分条件的 自停止使用时期 也给它作为中止金额猎报 这个内容老师讲过吗 讲过呀 正确吗 正确呀 我们在哪讲 在这讲的 中止金额应当满足一定时间要求 里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再念变第一种情况 那么组成部分 这不是组成部分吗 组成部分在自然负贷表日期之前 已经处置了 包括出售 结束使用 看到结束使用了吧 结束使用 所以这话正确吗 也正确 这个C特别用说 前面没有过多介绍 在这等大家 好 再来看D 对于当期猎报的终止金额 在当期财务报表中 将处置日前原来作为持金额损益猎报信息 重新作为终止金额损益猎报 这个没毛病 正确 我前面讲过那东北地区那条题 但不调整可比签 那是错 调可比签吗 调 所以D错了 D在这是错的 好 来看解析 来看解析在下面 对于猎报当期的 当期猎报终止金额 在当期财务报表中 将原来作为持续进行猎报的 这个信息 重新作为可比期间的终止金额损益猎报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一方面本期的 比如说我原来讲过这个问题吧 6月30号 中金额满足中金额 那么你在猎报的时候 之前1月1号到6月3号之前是持续进行的 那么到12月31日 从这个期间到这个期间 所有的这部内容 包括之前的 包括之前的 也就是在这 处置之前原来作为持续进行猎报的这个信息 那么在这都要调整 都调整什么 都给它调整什么 都给调整为终止金额这个内容 所以在这都作为什么 终止金额猎报 就是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呢 我还在前面讲东北地区那条题 同时比较报表中 对上一年比较报表 不是两年吗 比较报表 也都应该作为终止金额 都应该做 它是不调整 错错这 不调整的错 不调整的错 好 所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 这意味着 看这个话 这意味着 对于可比期间的利润表 作为终止金额猎报 不仅包括 可比快期间 既符合中止金定义的处数 还包括什么 本期的 当期首次符合中止金定义的处数 所以既包括 这个本期整个期间的 本年的整个期间 还包括上年比较报表期间的 它如果不调那错 所以正确答案错的吧 那就A和D是错的 所以答案选择A和D 再来看 二一年单项选择题 二零年十一号 甲公司与交易对手签订了 股权出售协议 新预定 甲公司出售其全部子公司 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注意 这是全资啊 全资百分之百 卖掉百分之八十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办理了手续了 然后呢 手续办完了 那么一公司的经地区 在华南地区 华南地区 是甲公司的一个 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 处置乙公司后 我前面讲东北地区还记得吧 就这题 甲公司将退出华南地区 甲公司20年草务报告 于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对外批准爆出 甲公司在编制 2020年对外编报的时候 下列各项快据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是 A 个别报表中将持有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百分之八十 从分类持有代售 错了 百分之百啊 你不是全资子公司吗 应该要全部的股权 划分持有代售类别 所以A不对 B 比较报表中将以公司 19年度经营随列报为中 这对了吗 对了 所以比较报表中 比较报表 20年 2019年 这两年在这都应该给他列为什么 都应该给他列为什么 都应该列为中止经营随 所以比较报表调调调吧 上道题有 这道题有 C 合并报表中 不再将以公司纳入20年的合并范围 不再纳入20年的合并范围 甲公司将子公司划分持有代售类别后 但仍然要纳入合并范围 所以编合编报表 还要编合编报表 因为现在你还没有正式处置 还没有正式处置 所以合并报表中不再 那是错了 仍然要纳入 纳入 所以这个不对了 再来看 第核并范围报表中 终止经营损益为 20年10月至12月 那就错了 应该是全年的吧 应该是全年的 整个期间的 整个 整个期间的吧 所以终止经营损益 应该是什么 终止经营的猎报 是猎报 终止经营损益 应该是包括整个的期间 整个的期间 说过了整个期间吧 不仅包括认定为终止经营后的报告期 还包括以前的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错了吧 错了 那个C也错了吧 也错了 那么答案只能选择什么 B吧 B没错 只能选择B 好到这为止 那么这个值点讲完了 终止经营 讲两件事 一个终止认定条件 认定条件 那么第二个猎报 讲两件大事 这个内容 目前从考试角度来讲 考的还是比较多 小题比较多 文字题比较多 把这个题好 研究研究 这些题目能帮助大家 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整理清楚 整理清楚 好到这为止 我们这个值点讲完了 那么到这为止 我们这张内容全部讲完了 只有代售这张 总的来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难在哪了 你包括单个资产 也包括组 也包括终止经营 包括猎报 说实在每个都不太简单 特别涉及到河边报表 而且这两年 经常在我们筑块当中考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作业第一个 趁热答题 把我们讲义中的例题 自己独立的完成一下 可以吗 自己单独去写 可以吗 你不要看我答案 自己独立去做一遍 看能不能做法 那么第二个 再去做应试指南中题目 那么第三 巩固前面所学的知识 别忘了 那么同时呢 大踏步的往后 再去学后面这种东西 别到时候 到时候学不下去了 不学了不行 这点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张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